謝謝 我嗎 最傻的先好了 最傻的先 我自己的心情 我會覺得說 一個女孩子在愛情裡面 真的傻到沒有自我其實還蠻 還蠻可怕的 因為我覺得女生還是要多愛自己一點的 是說為了一個單人幫自己選擇 這是我自己的傷疤 原期 我是覺得 就是 結婚之後 雖然就是覺得可以過得幸福美滿的日子 但是因為不會有壓力之下 然後就是給自己 原本是想說生孩子 是一件很幸福快樂的事情 然後沒想到也反倒成 變成了就是最大的壓力 然後我自己的話 應該不會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 談戀愛的過程中一定都會 先 傻傻的 努力付出 然後交出全部的自己 之後呢 才再從傷痛中慢慢學習 然後穩定愛自己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 三恨就是在演藝女生長大的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 我就是在演熟女的階段 其實 雖然渴望愛 但她知道 只要 其實在別人愛你之前 你要先愛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是 三恨不同時期的女孩 在同一個時空裡面 讓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可以看到 各個階段的自己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滿有教育的一部 輕鬆的偶像 為了 很友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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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